中北用各種的美材在柚子上面創作 面相充滿花蟹的徹用 中秋節準備來到 《咖哩行法關懷骨店》 這間安排蔡尾柚子的課程 讓老師帶著中北創作出手的自己的作品 剛才好應景 因為既然要中秋節 所以特別安排老師 來跟老人做手上的運動 當然就是用柚子做一個人頭 個人有個人的表演 阿公阿嬤花蟹創意 大家以後都生到一模一樣 雖然有的中節的手部說 比較沒有人家 不過他們都在創作 對作品也相當的玩意 今天我們主要是節日習俗的活動 因為下禮拜就是中秋節了 所以透過用柚子 給長輩一些毛根 一些裝飾品 讓他們去把人的臉部的一些表情 或者是五官位置 然後讓他們去黏在柚子上面 其實主要是讓他們自己知道說 自己的身體的一些部位 怕他們所有時候因為記憶力不好 然後可能會忘記它的位置的存在 觀看古典對著這里古板相關的客廳 不然讓中部的開心來過節 當然是要忍耐心 換上的人菜和味道 我們聽什麼東西來算 跟你苦彩虹捕捕捕